你先到检查室 喂 周老师 你现在到检查室来一下 好 坐这 今天搜了几个案子 还记得不 两个 你说一下哪几个 第一个是她上班路上的时候受伤了 然后她就是那个 进骨折下段的粉碎性骨折 然后第二个就是 她跟另外一个人产生争执 然后可能被砍伤了吧 然后来做的 那材料呢 那你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是我没有带上去吗 这是第二个案子的材料 而且这个案子的话 我们没有扫描 全面都是复印的 也就意味着 这个兵力 是唯一的一份兵力 如果这个材料丢了 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司法检定告诉身上明确写了 我们不能毁损 不能遗失 对不对 那你觉得 现在呢 那是我没有拿上去 这是鉴定材料 一旦丢失或者毁损的话 除非你再打电话 让伤者再过来一趟 好 我知道今天的话 你第一天相当于 正式的接触这个 可能会有一些 做得不到位的地方 而且 鉴定的时候 法院凝床建议 有时候的确会比较混乱 但是 鉴定材料这一块 是万万不能遗失的 你知道吧 嗯 怎么说现在 这一次的话 出饭不要紧 但是 不能再出现相同的错误 好 要改吧 嗯 行 带走吧 虽然说法医临床 是一个很杂乱的工作 但其实 如何在这种繁忙之中 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 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对付作品 对了 对了 我差了一个重大口 是 这是 我把这个材料放在下面 天哪 下得我赶紧检查一下钱的呢 哇 那个小标签吗 我刚刚就贴上那个 这个 就贴上那个 你的手机甲 好 这个 太吓人了 谢谢大家